Wendy發文教室真的要開班啦 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已經在VT上了 我要回台灣了 Google大家好 歡迎來到Wendy的Wendy頻道 我是Wendy 今天看到的這邊 如果有follow我的朋友們呢 FB啊 甚至是IG 看到我這樣po照片 甚至是之前在巴黎 在路上有遇到的所謂的網友 聊天的時候應該多多少少都有了解到 沒有錯 我呢 要準備回台灣了 這次的回台灣呢 是 真的回台灣 就是所謂的徹底的 搬回台灣去住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是來這邊留學的 然後今年的六月呢 我真的就順利的 從巴黎的音樂院畢業 也等於是說 學業到一個段落這樣 我覺得大家應該不是很care我到底 畢業還是什麼畢業 只是想到說 那你要回台灣了 那你的Wendy Wendy頻道怎麼辦呢 在這邊就真的 就這個問題來回答 大家 當然是會繼續做下去啊 也有很多人問說 欸Wendy 你為什麼不要留在這邊啊 然後就是 在這邊繼續工作啊 做Wendy啊 什麼什麼的 我自己的感想是 畢竟台灣 才是我的家鄉嘛 然後其實我對於這一塊土地 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啦 覺得說 學了這麼多東西 在這邊經驗這麼多 無論是在法文啊 音樂上啊 還是在 種種點點滴滴 真的蠻會想要 在一定的時間的時候 來回饋給 在台灣的家鄉的朋友們 那其實 今年也算是一個結骨眼 因為這個問題也想多變了 說到底我要在這邊繼續 想辦法留下去呢 還是說 回台灣這樣 不只今年 其實就是這幾年 這一兩年來 都有認真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也漸漸的 當時間就是 慢慢的接近的時候 其實心中的答案 也越來越肯定 那回台灣之後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等著我去完成 今天就來跟大家 簡單更新我的最近 以及接下來的情況好了 最近就是 你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房間好像有點空啊 搬家然後準備回台灣 那至於YouTube這個頻道 Wendy頻道這方面呢 這一兩個月的我 是以全職的心態 來經營這個頻道 一個禮拜兩部片啊 然後真的是 無時無刻都在剪片 拍片 剪片拍片這樣 但是之後 等到回到台灣以後呢 就變成說 我已經不再是一個 留學生的身份 真的是要一個 社會人士去工作 然後 有很多事情要 等著我去完成 變成說 Wendy頻道 YouTube這方面 可能沒辦法 像現在這個樣子 有這麼充裕的時間 去讓我好好的剪片啊 拍片 所以 是從11月 開始回到台灣之後呢 很確定的是 我會持續上傳影片 那我也會盡力 在每週 上傳一部影片 這影片的內容呢 不瞞各位 其實我最近 拍了一大堆 關於法國 在地的一些 風景文化 等等的一些影片 之後可以陸陸續續 努力的 有時間就去剪片 然後上傳給大家 跟大家分享 除此之外呢 我相信大家也已經 期待已久我的 法文教學影片了喔 因為我想說 其實之前就已經知道 要離開法國了 所以我瘋狂努力在 攝取這些 台灣拍不到的 場景畫面 那回台灣之後呢 像法文教學啊 甚至是經驗分享 這種東西 想說可以 回到台灣 繼續去進行 這一部分 總而言之 Wendy頻道 不會因為我回了台灣 我無患的地方 就停止 上傳 好 是會繼續跟大家見面啦 大家不要擔心 那大家就繼續 拭目以待啦 那第二個就是 今天的重點囉 沒有錯 在這邊跟大家全部 Wendy法文教室 真的要開班啦 之前有太多的朋友 詢問說 想要跟Wendy 我上法文課 那因為我之前 就是不在台灣嘛 雖然也可以網路線上教學 但是 那時候還沒有想這麼多 那一路這樣下來 然後也在認真思考 也確實在規劃 所以 預計在我等我11月過後呢 回到台灣之後 認真正式要開始 來對外開發 法文基礎的教學課程 我在這邊也分了 零基礎跟初階班的 法文課程 那至於大家會覺得 我會怎麼樣上課 或者是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可以到之前 我的法文影片教學 大概去看一下 應該多多少少會認識 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囉 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到影片下面的 資訊欄那邊 我有貼上一個 報名表連結 歡迎大家去前往 觀看 詳細資訊 都在裡面喔 那關於名額的部分 其實因為時間真的有限 所以 額滿就不再 接受報名 如果真的想要跟我上課的朋友們 真的動作要快 因為不好意思 等之後 假設真的有更動的話呢 會再跟大家 詳細說明囉 開這個班級 主要是想要 把這六年來 其實不只是六年喔 這樣子前前後 算起來也要十年了 所以想要在這裡 藉由法文教學 然後把自己所學習到 所經歷到的 來傳承給大家 好囉 那這個影片呢 差不多重點都講完囉 我們就很快的 maybe台灣的路上見 或者是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